2016年5月30 张大辉 张清开父子俩 因涉嫌故意杀人被刑事拘留 6月13日 河南省临州市人民检察院 批准对其执行逮捕 那么作为父亲 张大辉为何要接二连三地 对自己的孩子狠下杀手呢 作为爷爷的张清开 又为什么会参与其中呢 为了弄清楚这一切 记者来到了张家 我是他的业 叫我他的业 你是他爷爷 回来多久了 都回来一个多月了 一个多月了 您儿子还在里面 现在还在里面 眼前这名男子就是张清开 据他说 他现在处于取保候审的状态 提到他和儿子张大辉 对孩子下手一事 他显得很是激动 在他看来 遗弃孩子确实不对 但是他们也是没有办法 才这样做的 按照张清开的说法 他们是因为孩子有病 所以才会做出那样的事情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张清开说 这一切还得从孩子出生的时候说起 2016年5月13日上午11点半左右 在焦急的等待中 儿媳杨小青 偷腹产下的一个孩子 抱出来说也是个女孩 那个就已经生出来了 也很高兴 刚出生都还挺高兴的 然而 他们还没来得及享受孩子出生 带来的幸福 意外就接踵而至 今天他们就没有注意 比如说他们拿着吃的 因为他应该给人拿着背 说我孩子说是不死 是故意吧 没有人意外的背 真的是不死 就是要咱们忽悠地坚持 腹腔内胃胎子宫肛蚊和乱肠 就这个吧 大这个意思是 好像肚子里没有生殖器吧